主講人莊炳黃院士 講題人工智能的科技內涵 首先請主持人周美穎副院長上台致介紹詞 院長 各位貴賓 各位院士 剛剛我們聽到非常精彩的演講 從文學看歷史 是對中院院人文組 尤其各個面向 有了非常精彩的一個介紹跟總結 我們現在要轉換一下題材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在過去的100年內 梳理科學的發展 帶動了整個人類科技的進展 對於人類的文明 已經給了我們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 我們今天的世界是相當不一樣的 在最近的幾年我想大家都聽到了一些報章雜誌的報道 尤其是人類創造的計算機 AlphaGo能夠打敗我們自己的圍棋的棋王 這件事情引起了大家非常大的興趣 我們也知道說我們也在面臨一個轉捩點 不只是在剛剛提到的文學歷史上 在我們的科技文明上也是一個轉捩點 所以今天我們特地邀請了 莊比皇院士來跟我們談一下 所謂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中文翻成是人工智慧 或者是人工智能 在它的科技內涵 所以我現在很快地介紹一下莊比皇院士 莊院士生於台灣 1973年畢業於台大電機系 出國之後 在1981年 從加州大學 UC Santa Barbara 得到了電機工程 習計算機科學系的博士學位 然後留在美國 在貝爾實驗室 待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擔任研究員 資深研究員 群組主管 部門主任 實驗室主持人等等 在2002年 他到了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的 電機及計算工程系 裡面擔任他們的Motorawa Foundation的 講座教授 一直到今天 專業是在計算機及資訊科學 電子通信科學等研究領域的成就 是非常卓越的 最主要的貢獻呢 它是發現了 一個所謂的Hidden Markov Model 這個可以用在語音辨識系統 這個它是先驅之一 隨後發展出來的所謂的Mixure Density Hidden Markov Model 這個理論呢是成為現在所有語音辨識系統的主導技術 所以實際上已經應用在手機 導含系統 或是克服語音的各種範疇 對這個社會有非常具體而重要的貢獻 專業是在語音辨識及編碼技術領域是被送推崇 它有一本很著名的教科書 跟Professor Rabiner 寫的 是 Fundamentals of Speech Recognition 這本書是相關領域的非常重要的教科書 那當然專業是獲獎無數 我現在只講 不再一一地把它唸出來 可是我特別要提的是 它是 IEEE 電機電子工程學院的會試 在1991年 2004年當選美國國家工程學院的院士 2006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所以我今天很高興莊院士 能在這次院士會議主題演講 擔任主講人 所以我們很高興能夠來聽聽莊院士 來跟我們談人工智能的科技內涵 那我們熱烈的掌聲歡迎莊院士 今天很榮幸能夠在這裏跟大家談談 人工智能的科技內涵 人工智能是一個人人可談的題目 我想在座的諸位 或許都聽過了無數次的演講 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講 讓我想起來 1962年在台北初中聯考 作文題目是 假如電影院像教室 我想在座院士們 假如在台灣成長的話 大概或許會記得 我這裡就有一個類似的題目 說不定可以提供有機會入圍場出題的院士們 提供一個參考 假如機器像人 這個小學生都可以發揮的 不過我們今天講 人工智能的科技內涵 人工智能有它真正發展的歷史 我這裡介紹一本上世紀的書 它是第二版 而且2004年 書名是叫做Machines Who Think 這個書裡頭 就記載了一些70年代 80年代 人工智能的一些狀況 一些科技發展的狀況 我這裡錄了一兩句話 我特別搶眼的地方 我用藍色標出來 它叫做Celebrity Science 我們念書的時候 念書裡從來沒有想像中說 會變成名流 這個是非常遙遠的概念 但是人工智能 居然有這樣的機會 不知道是好或者是壞 不過以今天的場景來講 好像我們又活在歷史中 今天大家對人工智能的熱度 就有一點像70年代 80年代 這段話裡頭講到說 在Downtown Club 大家在那邊喝酒的時候 聊的就是人工智能 這種狀況 到底是不是能夠支撐的下去 講到機器像人 中國對機器人的記載很早 這個是烈子的湯文十三 三千年前 周慕王出去打獵 有一個工程師 就帶了一個假人來見他 三千年前就有工程師 我不曉得那時候有沒有科學家 工程師做的假人能歌善舞 但是很顯然這個工程師不是電機器的 這個假人他用的只是皮革木材 在膠漆 我想或許跟化工或者是機器有關吧 不過比較有意思的是 這個假人做的還真像人 他裡頭還有八個器官 肝膽心肺 皮腎腸胃 但是就是沒腦 其實今天很多機器人也沒有腦子 不過拋開這些歷史的花絮呢 我們今天稍微嚴謹一點 我們要談人工智能的科技內涵 我們要對人工智能稍微有一點界定 它是什麼東西 我跟一些人討論的時候 常常自己都會有這個迷惑 你談的是什麼AI 我要談的是什麼AI 所以我們先把這些東西釐清 我談一些簡短的歷史 希望從這裡頭襯托出近期的發展 為什麼我們最近 大家對人工智能熱度這麼高 這個歷史呢 我從1943年開始 當然一開頭的時候比較靈散一點 那講到人工智能的哲理呢 當然首推英國的這個阿倫Turing 就是所謂的這個圖靈測試呢 大家都或許都聽過 幾年前還有一部電影呢 叫做The Imitation Game呢 描述的就是它 它呢 就是說電腦就是靈與一之間的這個人 他說人工智能是什麼 當然機器呢 你跟人或機器對話 但是你不能夠分辨它們的時候呢 那這個機器呢就有了智能 這個很籠統的觀念呢 其實只是在查與飯後呢 交談 或者是說有一些學會呢 辦一些比賽 那真正的這個人工智能呢 這個名詞 AI呢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呢 真正是出現在1956年 就是所謂這個美國這個Darkmouth Workshop 十人這個工作坊 由John McCarthy所提出來的 其實不只十個人 主要的十個人 這些人工智能的這個先進們 當時就替人工智能這個領域呢 定下一個技術方向 就是以所謂這個符號邏輯 作為基礎的計算方法 那麼這些先進們呢 定下來以後呢 其實他們非常執著 只不過到了1987年呢 這個John McCarthy 就是創造AI這個名詞的這個人呢 John McCarthy的公司 Lisp LISP呢 關門的時候呢 這個就是號稱說 又進入了一個冬天 這個以符號邏輯 當基礎的這個人工智能呢 就進入冬眠狀態 這個其實對整個科技的發展 計算機科技的發展 其實有一些負面的影響 特別是對日本所謂這個 第五代電腦 日本的第五代電腦 它的目的就是要用多計算體 多計算處理器 來提供以符號邏輯 作為運算的人工智能的一些工作 這個是從1982年到92年 那麼Lisp關門了以後 這些工作呢就停止了 那麼其實呢 回想起來 我們好像也還沒有走出這個 第五代電腦的這個陰影 我還沒有聽過有人在主張說 我們就進去第六代電腦吧 忘掉這個第五代電腦 不過這個是題外話 這一方面的研究 我剛剛提到這些先進們 都非常執著 我把它 這方面的工作叫 純人工智能 他們喜歡用這個名詞 所謂強人工智能 來相對於別人做的是弱人工智能 不過我想 我們用一個比較中性的 這個純人工智能 另外一方面呢 跟人工智能這一派系 關係也算密切但不被完全接受的 就是所謂這個生理模擬的這個 這一系列的工作 在1943年有所謂的這個 神經元的計算法被提出來 中間有一些陸陸續續有一些工作呢 在歷史上有它的這個地位 那這個我都把它稱叫做 稱為 biological mimicry 就是希望由人的這個腦呢 來模擬人的腦 當作一個計算的一個基礎 而不是以一個邏輯 以樹理邏輯 當作基礎的這個方向 發展方向 因為這方面的這個工作 陸陸續續 一直到2000年之後呢 就有了新的想法 像RBM、DBN、DN 這是我們今天要談的 在2002到2006之間呢 被提出來 這個呢 同時 又跟這80幾年 電子計算機的這個發展過程裡頭 所大家 計算機科學家 所沿逆出來的一些 非常有效率 個體性的一些算法呢 是相輔相成的 這些算法 比如我們這個 一般的基本計算 排序、搜尋、轉換 這些東西呢 計算機都做得非常非常地快 非常非常地精準 但是這些算法呢 不見得是為人工智能設計的 但是 過去這20年呢 這些算法也幫忙 這個 所謂生理模擬呢 幫他們提升的這個技術的水平 所以這方面呢 就是 生理模擬跟一般計算的這個算法的結合呢 我把它統稱叫 犯人工智能 就是因為這方面的結合呢 所以才會有 這個 AlphaGo 擊敗 為其 其往的這個 集氣產生 引起大家 對 這個人工智能的這個 進去 那在這個犯人工智能這邊呢 有一個工作呢 是Shanone的這個 這個 這個拆字母的這個遊戲呢 我必須 提出來 因為它值得我們思考 所以 我們今天講 我剛剛提到 這個AI 那個AI 到底是 我們講的是什麼AI 我們今天的AI呢 已經不是 以邏輯 符號邏輯作為基礎的這個算法 現在我們講的AI 就是 犯人工智能 結合個體的計算法 有效達成人的智能任務的表現 這個是我們目前的AI 跟那種純AI是有 稍微有點區別的 雖然最後的目的可能一樣 但是我們 現在的做法 並不是傳統的這個 不是最早的這個邏輯計算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要談的就是說 從智能的任務 來瞭解人工智能 這個近期的發展 特別是呢 我要用這個 認知當作例子呢 來跟大家解釋 這個人工智能 過去這十年 十二年 這個發展的重點 特別是 有關於 這個 認知是一個智能 聯想辨別 也可能是 可以歸類成智能 那麼 怎麼用計算來達成這些任務 這個 講到智能任務 我們工程的 或許一般的科技界呢 大概都有一個習慣 就是希望把一個籠統的 把一個複雜的任務呢 做系統性的分解 做系統性的分解 比如說我們這個任務 我們叫做Task 這個Task呢 我們把它分解成一些 刺激的任務 比如說有些是刺激的任務 是平行的 有些是 系列的 那麼今天 我就是要用這種 分解的這個概念呢 來談這個人工智能 這個裡頭核心技術的這個 更新跟發展 就是 認知 是不是可以當成 聯想跟辨別 這兩個次任務 那麼 次任務 能不能由計算來達成 在這個分解的過程裡頭 對於一個任務的執行呢 其實 它其實還有兩個 要點 一個就是所謂執行步驟 這個步驟是怎麼 一步一步怎麼做的 但是同時呢 也有一個 所謂這個知識基礎 這個知識基礎是怎麼來的 沒有知識基礎 你就沒有辦法 執行一個任務 那就是因為這個 知識基礎的這個概念呢 我必須提到 剛剛提了這個 Sean Long的這個 猜之遊戲 Sean Long是一個 信息理論的大師 他在做這個信息量化的時候呢 他就用了一個試驗 他先隱藏了一個句子 要一個人來猜 猜這個 他寫的句子這個字母是什麼 這個人呢 第一個字他先猜了 猜了T 一次就猜到了 接著再猜H 也是一次就猜到了 接著是E 也是一次就猜到了 這個大概可以想像得到 到了第四個字母 他猜了五次才猜到R字 OK 這個句子 我只是列著幾個字母而已 下面的標的數字呢 就是他這個實驗裡頭 這個人猜的這個次數 猜的次數越多呢 這個字的信息量就會越到 那這個不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重點是說 假定我們現在有一個機器 我們要跟人比賽 人懂得文藝 人有文學的素養 就像我們剛剛聽到了 不只文學 還有這個文學後面的這個精神 可是機器呢 非常死板 它只掌握了N個連續字母的概率 它根據這個連續字母的概率來做猜測 誰會贏呢 不懂的 不識字的 不懂文學的 它只要掌握概率 能夠贏嗎 結果一時間發現 假如機器能夠掌握四個以上的 連續字母的概率的話 它常常不會輸給人 當然機器你可以讓它擁有五個六個 甚至讓它寄幾個billion characters的這種資料 所以人要淫固機器呢 其實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這個就有點像說 我們在講 到底是鳥飛得比較好 還是飛機飛得比較好 那飛機所用的原理跟鳥的原理 是不一樣的 那麼在執行人工智能的時候 我們 假如我們認定的目標是 成功的執行一個任務的時候 那麼機器的這個發揮的空間呢 就相當的大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會 再一步的進一步的產生 所以這裡提出來一個問題 就是說智能行為需要知識基礎 我們怎麼掌握這個知識基礎 怎麼表達這個知識基礎 讓你在執行人工智能任務的時候呢 能夠做最好的這個 得到最好的結果 好了 這個剛剛提到 最早的人工智能的先進門 這個規範出這個符號邏輯當作 人工智能的學術基礎 後來失敗了 那麼這個時候 同時在發生的這個 從人腦得到啟發的這些人啊 其實工作就更受到重視了 那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 再來看看 從人腦得到啟發的這個 所謂生理模擬的這方面的工作 產生了哪些參果 要模擬人腦 我們先對人腦有點認識 人腦 人腦就是一坨神經元互相纏繞連結 這些神經元呢 數量大概有千億個 每億個神經元大概 跟幾萬個神經元連結 大概都是附近的 那這些神經元呢 有些時候是激發狀態 有些時候是進息狀態 那每一個神經元 縱使你在睡覺 還是有一些就是 就是 inherence excitation 就是它有一些會激發的 你要做打坐的話 就是希望把這個 這個激發的這個能量呢 降到最低 那麼這個信號呢 有激發的這個神經元就會傳遞 神經信號給旁邊的連結的這個神經元 這個速度呢 大概是320公里 各位講 不知道320公里是多快的話 它是 基本上是比高鐵的速度呢 稍微快一點 這是腦子裡頭的信號的傳遞 那麼這個神經元的這個激發或 進息狀態 在任何一個時間 就代表那個人腦呢 腦子呢 它是在進行什麼功能 那麼 講到這個 要模擬這個人腦呢 用計算來模擬生理腦呢 我們就面臨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 這些神經元的狀態 個別神經元的狀態 我們怎麼決定 旁邊的神經元呢 有激發狀態的 有進息狀態的 那麼怎麼決定 這一個跟它這一群神經元連結的這個神經元呢 它的狀態是怎麼樣 是激發的還是進息的 這個要先解決 另外一個就是 這一坨神經元 我們怎麼判 怎麼跟 把它的狀態 跟它的功能呢 連結在一起 我剛剛提到1943年 就已經提出來 基本的 這個 個別神經元的這個計算法 這個是 有兩個人 McCulloch跟Pitt這兩個人 在1943年提出來 這個 決定個別神經元的這個算法 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說這裡 這個Y呢 是一個輸出神經元 你要決定它的狀態 跟它連結的 這個 糟糕 這個 這個方程式 這個表達不出來 那這個X呢 是輸入的神經元 那麼進去的這個信號呢 經過這個權重 這個 所謂synaptic weight 權重調節以後呢 決定這個Y呢 那到底是1還是0 比如說這個例子呢 相連結的有五個神經元 是10011 那那個權重是W這個向量 那你一算一下 跟你頭的 預值相比 你就決定這個是 在這種狀況底下呢 Y是激發的狀態 這個算法非常非常簡單 而且這種算法呢 我們做這個信號分析處理的呢 這個 一直都是這樣的算法 習慣到說幾乎把處法都忘記了 這個算法 一直 存在到現在 那這個 我剛剛提到這是1943年就提出來的 那麼要 從個別的神經元 到一坨神經元 那就有人開始組織連結對不對 到1960年 80年代 越多的層次 這個在結構上呢 沒有什麼稀奇 沒有什麼困難 非常非常直接 非常非常容易 但是為什麼 經歷了60年的時間 今天呢 在右邊的這個所謂 深層神經網路呢 才有了具體的這個成果出來 原因是這樣子 一個計算體 一個模擬人腦的這個計算體 我們稱它做神經網路 這個神經網路的這個功效呢 取決於這個 它所這個 這個中間互相連結的這個強度 剛剛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強度 你要這個 模擬的人工網路呢 記憶 一個圖形 那你就要有相對的 這個連結強度 來代表它 怎麼得到這個連結強度 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算法很容易 但是怎麼從提供的數據裡頭 學習這些連結的權重 這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我們有些時候 教小孩子一個事情 老學不會 就是這個權重呢 學不起來 那我們接著呢 我用一個例子來解釋 怎麼過去這個十年左右呢 這個學習的功能 給予這個人工網路 神經網路正確的連結強度 怎麼做成的 我用的這個任務呢 這個例子呢 是將模型 用這個手寫數字 當作是一個任務 對這個手寫數字的認知呢 當作是一個任務 這是一個 一個我從美國科技院抓來的一個數據 例子 我們人怎麼認這個數字 這些數據 我以二這個例子來講 每一個手寫的數字 它是28圍乘28圍 就是784圍的 784個畫素的一個觀測值 有些時候 我們看到這樣的 這個二呢 有零星的雜訊 這個不影響我們對它的認知 因為我們可以自動的壓抑這個 去除這個雜訊 OK 所以我們能夠 就說 suppress sporadic noise 在一大片的時候 一大片干擾的時候呢 我們還是可以集結 有用的資訊 這個也不影響我們判斷它是一個二 OK 就是說你要能夠 有這個能力 注意到有用的部分 有用的資訊 能不能成為一個認知的基礎 這個二就比較差異大一點 這個二呢 跟大部分的二不一樣 但是這個也不影響我們對它的判斷 因為這個二呢 跟別的 跟其他的0 1 3 4 5 6 7 8 9 比的話 它跟二還是最靠近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是用辨別 來達成我們這個任務 那這些人的這個功能 這個智能呢 能不能由計算來呈現呢 要能夠溢除這些干擾 要能夠集結資訊 我們就必須要能夠掌握 這個觀測的圖形的規律性跟變異性 這個是我們在做一些統計學家的這個本行 通常通常是由統計模式來表達的 那麼剛剛我提到猜字的這個遊戲裡頭 也是以概率來的 就是它的規律性是怎麼樣 規律性是怎麼樣 能不能用來作為支持智能行為的一個知識基礎 可是在這個情況底下 這個有很大的挑戰 挑戰 高維度跟數據量是很大的挑戰 以剛剛這個手寫的數字來講 七百八十四圍的觀測值 你只要以一般的常態分布來講 這個統計模式的參數量呢 就有超過三十萬個參數量 你要能夠估計這些參數值的話 你所需要收集的數據呢 就是千百萬 這是不切實際的 這個怎麼克服呢 我們先把它放在一旁 我們先來看說 在過去的發展裡頭 在神經網絡的發展裡頭 有什麼樣的工作呢 事實上幫我們解決的這些問題 我們剛剛已經了解到 單個神經元的狀態是怎麼決定的 那麼一坨神經元的處理方式是怎麼樣呢 基本上有兩大類 第一類呢我們叫它做 賢愧的神經網絡 你看到 像這個 這個是輸入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你的感官 你看你的耳朵也好 你的眼睛也好 你的眼睛也好 輸入的信號 一層一層往上到你的頭腦裡頭 到頭腦的時候呢 頭腦就是執行它的功能 比如說上面這一層呢 是要判斷這個圖形屬於哪一個種類的 你可以這樣做 那麼換句話說你這個輸出的部分呢 就是腦 所謂中央處理的決定 那這個維度呢是可以不一樣 換句話說你可以抽象化 另外一個方面呢 就是用所謂循環神經網絡 這個循環神經網絡呢 就是神經元呢 既可以接收外來的信號 那麼它之間互相影響以後 一再的時間循環以後 到最後歸納到 就是收斂到一個值 那就是你腦決定做了最後的一個決定 那麼這個裡頭的差異呢 我想我就不花太多的時間來解釋 這個循環網絡最簡單的呢 它是這個所謂核式網絡 Hopfield Net 這個是一個所謂定性的網絡 Deterministic 它可以用來學習這個 比如說這個模型 這個圖形呢 是負正負正負 是五個的 五個神經元的 那這個神經網絡的能量呢 是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這個靈感是從物理界的來的 我想物理界的先進們 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跟所謂Icing Model 跟這個Spin Glass 都是相當關係的 那麼學習的這個原則呢 所謂這個Helps Rule呢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同號的連結要增強 易號的連結要減弱 才能夠讓能量降到最低 所以這個很容易 學好了以後呢 你放任何一個輸入 它就會收斂到這樣的 所以這個收斂到 原先你教它的這個記憶的值 這個就是所謂的一個呈現記憶 但是這個記憶呢 不太有用 沒有什麼效率 後來有人做了很多的這個改進呢 也是借用這個物理界的這個研究呢 就發展到後來有這個 所謂Boltzman Machine 跟Restricted Boltzman Machine 基本上是這樣子 輸入還是這樣子 但是它增加了一個隱藏層呢 所以時間的循環就變成 你有輸入以後 一上一下 那一組新的這個值就出來了 那這個呢 我們的細節我就不講 它呢 結果大家發現 它可以幫我們解決這個 可由數據驅動 算出有效高維概率模式的這個挑戰 這個是一個在2002年 所被提出來的一個概念 理論我們不講 我們就看它到底真正在做些什麼事情 我用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說 我建構了一個 780微的輸入 用了2000個神經元的這個隱藏層 那麼 我訓練的這個對象呢 是R 我提供了很多R的數據呢 把這個連結的強度都學好了 那麼 那麼 學好了以後呢 學好了以後呢 我一個輸入進去呢 一上一下 就是一個時間循環 再一上一下 就第二個時間循環 那麼 我現在提供三個 輸入 這個三個輸入都有非常非常 這個強的這個干擾 我們大概也看不出來這個 內容 它是什麼 數字 一處理以後 經過一次循環 二次循環 它一次循環變成這樣子 這個是 這個第二個圖像 一次循環變成這樣 二次循環這樣 這個是 這個時間循環 這些你大概可以猜到 這個是 2加上雜訊 8加上雜訊 9加上雜訊 那這個功能是什麼呢 功能就是 你輸入的圖形裡頭 跟R的相關的部分呢 保留下來的 所以 現在我們就有了一個 這個相當有用的神經網絡 就是能夠去除 低相關的成分 隨著時間循環呢 去除低相關的成分 也可以把它想像成 計算保留這個聯想的結果 OK 那接著 錢貴網絡做什麼事情呢 它就是 錢貴網絡呢 它是將辨別的功能函數化 這個 它做這個監督學習 對比起這個 換了電腦呢 這個有一些 這個equation就對了 OK 所謂監督學習就是說 剛剛這個學習 你只提供你的這個圖形 那這個監督學習說 你除了提供 觀測圖形以外 還有標籤 這是屬於哪一類的 那你提供這個圖形 當輸入以後 就能夠算出輸出 這個輸出呢 那我們希望它跟它的標籤呢 誤差最低 所以這個呢 標籤就當作一個參考值 這個輸出值呢 跟參考值這是一個減號 這個誤差呢 就可以拿來 算它的誤差梯度 作為 調整這些權重的依據 這個就是很出名的 1975年的所謂誤差回推法 它是適合做這個監督學習的 那你可以一直 加上不同的這個圖形 做這個監督學習的訓練 那我這裡做一個小節 這兩個不同的這個神經網絡 一個是雙向的循環網絡 一個是單向的循環網絡 它的任務特性就是 一個是非監督型的學習呢 希望能夠掌握數據的規律性 另外一個是監督型的學習呢 能夠取得這個辨別的這個函數 那麼功效就是說保留相關成分 引出有效的聯想 那這個呢就是促進辨別 減少錯誤 這兩個功能不一樣 學習法也不一樣 但是人腦子有一種 人只有一個 人腦子有一個 哪一個是對的 這個綠的對的呢 還是藍的對 還是 是不是我們 搞科技的呢 可以發揮我們的這個創造力 讓他們相輔相成 這個是可能的 現在的進展就是 因為兩個的中和呢 就造成了一個 現在大家常聽到的 深層神經網絡 它怎麼聯合在一起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這個發展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 雙向的網路 一上一下 是一個循環 這個一上一下循環呢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展開 展開變成單向的 比如說這個是二次輸入 四個神經元是在隱藏成 我可以二到四又恢復到二 那這個就是一個循環 那在二到四又到二 又是另外一個循環 那剛剛我給大家看的例子呢 就是有雜訊的呢 一層一層一次循環一次循環呢 消除它這個低相關的成分 那這個看法呢 就引出了一個靈感 我們可以不需要 就把這個結構呢 局限於原先的這個二四二 我們可以只保留一個 這個二到四 二到四算出了這個四的這個數據以後呢 這是變成一組新的數據 我們可以另外再建立一個四到七的 這個隨心所欲 我們可以自己挑選 七可以變到三 那麼一層一層的目的就是 它希望能夠保留相關的成分 這個呢 這個呢 當你把它結合起來的時候呢 就變成了一個我們所謂 深層聯想網路 那麼再過來看 這個錢匯網路 在發展的過程裡頭 從很單純的這個 一個隱藏成的這個錢匯網路 很容易我們就 在計算機裡頭 你的programming呢 很容易就可以變成多層 但是這個多層呢 這種只顧辨別的監督學習呢 它有它的弱點 為什麼有弱點 剛剛提到監督學習 你必須算它的誤差梯度 往輸入端推 但是你可以看到 你層次越多的話 你這個誤差梯度的交叉 相乘呢 到了輸入端呢 沒有什麼差異 換句話說 你增加了很多層次 但是這些層次呢 並沒有提供你學習的這個功效 所以在2006年 08年左右呢 一個新的概念就出來了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相輔相乘 把兩個不同的網路融合成一體 現在的建立法就是 底層的呢 先學聯想跟圖形轉換 是一層一層疊起來的 上層呢 是著重辨別 那這種就是把聯想跟辨別呢 兩個功能呢 結合在一起 結果呢 它的辨識的功能 對認知這個任務呢 它的結果非常好 把過去的錯誤率呢 幾乎砍掉一半 所以這個是一個 等於是劃時代的這個結果 那我再稍微做一下結論 這個就是說 從人類智能的整體性得到啟發呢 做了一些解析 做了分解 把一個任務呢 分解成細部的任務 用個體化的這個算法 來達成任務 所以認知結合 我這裡就講 認知結合聯想跟辨別的兩種 不盡相同的智能 大幅增進了神經網絡的辨識功能 這個跟剛剛我們提到 人怎麼辨識這個數字呢 是相關聯的 是一致的 所以 所以我們在了解 這裡可以了解一下 過去這15年呢 促成這一次 大家對人工智能 這個再次的這個熱度呢 基本上有三點 這個三點進展 第一個就是深層網路呢 可以有效處理高維數據的問題 我剛剛提過 第二個深層網路結合聯想跟辨別這個功能 讓最後的這個功效呢 達到最佳化 最後深層網路結合不同功能 以同一個計算體 有利於快速計算的實現 容易處理大量的數據 大量的數據 就是最近這個發展裡頭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 我們可以做一個 一個statement 就是人工智能的再新呢 就是來自深層網 深層學習網路跟大數據 海數據的結合 大數據就是數據的這個維度 可以很大 海數據就是數據庫的量呢 可以很大 就是dimensionality 跟這個amount 都可以大 今天深層學習的這個發展 五花八門 非常非常熱鬧 我把它終結一下 就是說 有三個要點 一個就是 結合各類販智能算法 創造新的性能 第二個就是 找尋新殺手機的應用 第三解決一些代解的問題 我這裡提兩個 例子呢 來講這個深層學習呢 還有待學習的地方是在哪裡 這個 人呢 能夠一語三反 機器可不可以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人很容易就知道 這是三的反面 這不用解釋 我們大概都可以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這樣的一個結論 比如說這是一個58 這是97 這是56 機器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除非你硬把它加到這個數據庫裡頭 但是你還是會compromise the result 這個你必須有主動的做這個 所謂創造性的功能 包含這個反面的 當然反面的這只是一種 這個圖形扭曲的這個 對人來講 類似這樣的變化呢 其實是很多 但是機器你要一個一個 讓它能夠賦予這個 這個能力 另外一點 非常有意思 2015年呢 有一篇文章 這些作者呢 就訓練了一個神經網路呢 來辨識一些圖形 圓圖 比如說這個 器額呢 它可以 99.9%辨識 是器額 這個是吉他 98.9% 這個訓練完了以後呢 這些作者 這個團隊呢 就把這個網路的 連結的這個參數值呢 固定 但是呢 在控制這個輸出值的這個 情況底下 它用一些算法 微調這個圓圖 微調圓圖 結果它得到變造圖 變造圖 這個變造圖 它也認為它是 99.99% 那是 這個 這個器額 更離譜的是這個 也是吉他 所以 那個時候它提出來呢 這個是一個 神城神經網路的一個弱點 可是今天呢 這種弱點呢 其實又變成了 另外一個角度 學習的角度 這個是數字的一個變化 這些很顯然 跟我們的判斷不一致的這個 這個變造圖呢 不是白費的 所以我們可以拿來當反面教材 重新再訓練這個 神經網路 這個道理呢 就有一點像 大家可能聽到過 打敗齊王的這個機器呢 他們做了兩個 兩個機器互相對義 我這邊變動一點 看能不能急迫 找出你的弱點 就像這個找出它的弱點 然後再回過頭來學習 當成反面教材 這個反面教材的概念呢 是最近這幾年呢 非常非常盛行的 好了 講了很多這個科技的內涵 我想保留幾分鐘 講一些這個 後續的 講這個應用 這個深層神經網路很成功的 被應用在人臉辨識上面 各位通關的時候 在公安系統或者是 這個 海關 大家都有這個經驗 有人臉辨識系統 來做這個快速通關的功能 另外在物件辨識上面 這個 這個 各位可以試著去 download 這個Picture This 跟形色這種 在你的手機上呢 你只要出外 看到一些花草 你不曉得這個花草是什麼 這些app就可以提供你這個 所有的資訊 另外比較更大的挑戰就是 Amazon Go 是一個無人的商店 在西雅圖 各位可以去參觀 它裡頭使用了很多攝影機 就是用物件辨識的方式 達到這個無人商店的這個 執行 語音辨識剛剛也稍微提到 這個語音辨識呢 雖然它這個深層學習呢 還是套用在傳統的這個 所謂馬可夫模型裡頭 但是它目前的這個結果 辨識率呢 已經逼近人 但是這裡頭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宣傳條件 就是這個宣傳條件是 Amazon創出來的 就是它設計了一個Echo 這個Echo呢 這個所謂智慧音箱呢 已經深入到你的房間裡頭 這個功能呢是 除了達到它當作一個產品 幫忙Amazon 做他們的生意以外 它還收集了你 隨時在收集你的聲音 所以剛剛提到說 大數據 海數據 這個海量數據 這個就是一個深入一個 實用場 實用場境的這個 取得數據的一個方法 但是還是有一些期待的應用 所謂期待的應用就是 還沒有成真的應用 比如像這個 Watson Health 醫療的AI化 這個我這個slide是幾個月前寫的 我說這是期待的應用 雖然在那個時候呢 大家都知道 IBM已經把這個 Watson Health 當作是一個公司的大策略 但是上個月呢 一個很大的新聞 就是Watson Health 有大量的layoff 所以中間的困難在哪裡 我想 IBM不見得會 全部告訴我們 另外一個還在期待的 這個是期待最久的 就是自然對話系統 人跟機器對話 跟人跟人對話 其實有很大的不同 這個差異呢其實 不太容易了解 對一般人來講 不太容易了解 所謂這個 所謂這個 Speech Act 這個裡頭其實是相當複雜的 我這裡時間的關係我就跳過 另外 我們也期待哪一天他這個AI呢 可以期待法官跟律師 這個我們對法官跟律師 最大的這個抱怨就是 他們有個人的偏見 那麼機器應該是不會有偏見 總之有很多期待的應用 我這裡有一句話 就是說實驗室跟應用場景的差異呢 不可忽視 這個人工智慧要進入我們的生活呢 這個途徑呢 不是我們的直覺所能夠預期的 這個我讓一個圖表來 因為台灣這方面的策略呢 是非常非常積極 這個應用的這個循環 這個三位的循環呢 數據到產品到使用 這個循環呢 目前在台灣都著重在產品 但是最重要的其實是在這個循環 就是從實境裡頭取得數據 這個忽略往往是你成敗的這個差別 最後 我們做這個這麼多人工智能的工作呢 其實目的是要自動化 自動化從機械化到精緻化 它包含很多數據計算與處理功能 讓自動化落實需求 今天的技術的驅動力呢 是來自於數據資料 AI就是用數據來解決問題 AI這個名詞很可能它的消長還會持續 但是數據驅動的自動化才剛開始而已 最後呢 自動化這個重心呢 我們有一個經驗就是在90年初期呢 在AT&T呢 消除了大概有五千個工作 從人道來講很可能不是很光彩 但是呢我想我的基本的這個信仰是 天生我才必有用 這些其實可能會 他們會有更大的這個對社會的這個 這個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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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natural stupidity 這個在 做這個人工智慧之前呢 先處理一下天然的愚蠢吧 可是我想應該正確的是說 天然的愚蠢 需要人工的智能來彌補 好我的報告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